来来来 今天带大家看看我的衣柜 这边呢 是我日常穿的衣服 就在这里吧 再看看我比赛会穿的衣服 在这里 哎 怎么全是黑白的呀 因为平常比赛的话 我们只穿深色的 比较耐脏 另外呢 就是台球选手穿深色的衣服呢 为了让自己的气场 看起来更强大一点 有的比赛要求是要穿马甲 穿正装比赛是台球的魅力 也是台球精神的体现 很多宝宝们都知道 台球是源于英国 这是一项非常高雅的室内运动 台球运动员平常都会穿衬衫 马甲 比如说我们在国外比赛 女子台球比赛是有很严苛的要求的 比如说你不能穿这种完全无袖的 不能穿露腰露肚子的上衣 一定要完全体现绅士精神 你们知道吗 运动员有可能因为 服装不合格而取消比赛资格 但是极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允许服装不符合要求 比如说航班托远行李丢失 像我们之前出国比赛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有时候球杆丢 有的时候行李丢 所以服装就不可能一下子到位 另外呢就是运动员身体状况 特殊原因 比如说脚上打了石膏 他可能就真的没有办法穿皮鞋 所以基本上抬球比赛都是要穿正装的 所以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去选择了 你看像我选的这个衬衫都是稍微有一点点弹性的 那打抬球的姿势呢 像我们九球开球那一下 足度非常大 整个身体都要跳起来 所以衣服的袖子啊 马甲的选择 你都要非常了解自己 很多人会觉得 穿马甲衬衫打比赛 会不会显得特别臃肿 我觉得不会啊 就要看你怎么选了 不信的话 我试给你看 我试试